慰露,不不取暖 這樣做甚麼? 在這個表面可能要省錢 你可以報復,但不可以拿別人的婚禮報復 親戚朋友都站在阿妹那邊 但這個懲罰是out of proportion 慰露,不取暖,解憂四人台,無底心談 是你的信,收信 今天是星期四,麥芝華的回信章 慰露,不取暖,送暖給你 麥芝華送給你的回信 Kalgary的士師,你好啊 想起加拿大的風雪天,還是怕怕的 而你表妹這種拿盡人便宜的人 我也是怕怕的 很奇怪,這種拿人便宜的人 他以為沒有人知道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他佔人便宜的 似乎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還是想繼續這樣做下去 其實人人都不想他沒有面 所以大家忍氣吞聲 不說出來 還有這種人 還有這種人 拿完便宜之後 最討厭的是 尖尖自喜 自誇 告訴別人 他免費得回來的東西 他還要笑那些 讓他拿盡便宜的人 大家都希望 有一個像你妹妹那樣的人 狠狠地教訓一下他 不過又說回來 有幾種場合 是幾不應該用來報復 或者是教訓人的 譬如說人家的婚禮 喪禮 或者是老人家的仇言 因為這種特別的日子 都是人生裏唯一的一日 以及承受不到一些打擊 有些人 有些事 是不至於需要 在這些日子裏教訓他 不過既然做了 你可以請你妹妹 盡可能在相片後製方面 補救一下 表妹妹應該受到教訓 道歉 講和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以後應該都 大家不會交往 讓時間 沖淡一切 對付拿便宜的人 根本上很簡單 就是遠遠避開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會改 可以參加他的婚禮 做一點點的人情 不需要幫忙他做 拍照啊 照待啊 甚至做姊妹啊 化妝啊 唱歌 因為一定沒有錢收 甚至要貼錢 唉 做人真的很難 但我們還是要開心地做人 避開小人 多些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起 你應該會快樂很多的 做人 好 祝你 其實 嗯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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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